吃肉可以补充我们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,是健康必备的重要来源。 不过,很多人都是无肉不欢,这类经常吃肉的人,一定要多注意吃肉的方式,有几种方式特别有损健康,要赶紧停下来。 一、吃过量的肉,虽然说肉类中,含有我们需要的营养成分,但是脂肪成分也比较多,过量食用对心血管不利。 另外,即使是瘦肉,也不能多吃,因为瘦肉中的蛋氨酸很多,在体内会变为同型半光氨酸,增加动脉硬化的概率。 因此,营养专家建议每天食用瘦肉,在250克左右就够了。 二、总是晚上吃肉肉类其实是比较难以消耗的食物,大晚上的吃肉会导致肠胃得不到休息,增加肠胃的负担。 另外,晚上吃肉之后没有足够的时间运动,来消耗这些脂肪,很容易导致肥胖。 因此建议晚餐的肉类要少一些,宵夜就不要吃肉类了。 三、吃煎炸的肉肉类。 经过煎炸、烧烤之后,其中烤焦的肉、皮等部位,会产生致癌物本饼皮。 此外高温的烹饪方式也会造成致癌物质多环方厅。 这两种致癌物长期食用,比如会比人体造成很严重的危害,少吃为好。 四、常吃烟熏肉腌制的肉类。 在制作的过程中,也会产生致癌物压硝酸案,经常食用对味、肠道,一见的危害都很好。 另外,有些人还喜欢把腌制的肉类煎炸再食用,这样食用危害更大。 五、糖尿病是肉肉类中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胆固醇。 对于血糖异常的糖、尿病患者来说,肉类中的蛋白会转化为葡萄糖,同样也会导致血糖升高,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危害极大。 因此,糖尿病人要上升。